汇年时间,巴黎的奥塞博物馆 这是一家国立博物馆位于塞纳河左岸 与卢浮宫和杜勒丽花园隔阂相望 博物馆的前身是建筑师维克多拉鲁 为1900年万国博览会设计修建的火车站 随着火车技术的发展被废弃之后 人力反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1945年成为战俘和流放者接待中心 1958年戴高乐将军精心选择此地来宣告再次进入政界 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好几次的改造工程 1986年12月1日 法国总统弗兰索瓦·密特朗为奥塞博物馆节目 馆内主要陈列的是1848年到1914年间创作的西班艺术作品 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跨进奥塞博物馆的大门 博物馆让我们见识到这座差点被拆除的火车站的华美装潢 并由此步入探索艺术史上创作最丰富的一个时期的心动旅程 所以下一集我们会来专门欣赏一个作品 但是奥塞博物馆混连也经常来 所以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下一集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们期待一下 混连时间 法国巴黎 我们期待一下